接著下一套,未來日記 都是一套戰爭來的 有馬爾上次介紹,全部都是戰爭 這個算是甚麼戰爭? 12個人爭奪神之座的戰爭 聖輩戰爭乘了2.多倍 1.多倍 7變1就12 無理啦,總之12個人入面 因為神之座,即是神就快死了 他將他的能力分給下一個人 繼承者,找到12個人來 每個人刺一個能力 就將他平時抹日記的日記 可以預知到未來的情報 給了他們 即是選一個後繼者 在12個人入面 拿著這些情報 去殺了其他11個人 將一個生存者 就可以得到神之座的能力 就像以前東芝町一樣 類似那種情況 那講一講那些日記 簡單來說 東芝町的對比 就是東芝町沒有人拿著 1億日圓 他們用錢 去做事 去加日本 這件是甚麼 正如剛才 夜人者他們說 任阿爾他們說 神就是死了 時空王走私就是死了 他要找一個繼承者 於是 就出現了類似這樣的遊戲 這個生存遊戲 就是 有12個人 他平時就寫開日記 他平時就寫開日記 大家要用電話 寫開電話來寫日記 2016年開始 連載這件事 即是 跟實際時空 不一定有關係 連載到今年2月 就完成了 十二本單行本 他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日記 習慣 這個遊戲的玩家 或是被選擇 入去的玩家 就會擁有一本未來日記 但他們未來日記 是不盡相同的 每個人日記都有 應該是他們平時的習慣 紀錄的資訊 而得到不同的情報 這個我也是比較好 他自身的紀錄日記的方法 會有些 即是說揮寫他身邊的東西 就沒有差別入備 油奶就只寫說揮他的東西 寫得說揮日記 就是這樣 比如說那個警官 警官就是手刊日記 就是捉冊容 這個恐怖分子 炸彈狂魔 9號 對 就是著草日記 著草日記 逃亡日記 對 所以就說 他們拿著不同的日記 雖然大家都知道未來 但就是未來的一部份 所以他們未必會全之全靈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好像說 籠入不同的條件 如何去展開一個 死了一個 死剩一個 繼承神的生存遊戲 即是當未來是一發病 每個人手持一塊餅 但不是全部的餅 這個比例未必定 他們的餅的比例 只是一幅圖 每個人有不同的瓶道 平分有大 有大 有大 因為你剛才說餅的話 他們就沒有重複 他們不是平分 你見到 雪輝日記是無差別的 雪輝日記是會有重複 但是油奶那個很差的 只有雪輝情報 其實他們不公平的 他們的日記 所以第一集我看到 不是第二集 第二集我看到 油奶說 只要兩個男女主角 一雪輝和油奶 日記都加了 因為雪輝只知道身邊的所有東西 油奶只知道雪輝 就會接近無敵 因為我都不知其他人的東西 他在自己身邊的事 因為未來最重要 玩這個遊戲 最重要是掌握情報 所以你知道越多的情報 你的優勢會越來越 這裏最多情報 繼續 好 這個遊戲 首先說到是一個 survival game 當然有一件事就是會死 但因為這本日記 即是未來日記 所以裏面都有一件事 就叫做 病 即是說你會死 你已經死了 對 你已經死了 或是你將會死 10點10分你已經死了 很神奇的 更加神奇的 更加神奇的 再說 知道那結束 但問題就是 未來日記 不是很像 如果用這些 時空理論 就真的可能是世界線 不知道為什麼 他真的會跟 這個日記 不是一本道 不是一個 fixed 根據你現時 採取行動狀況 以及身邊的人 或者不知道 哪些人 的轉變 你的未來就會被改寫 其實應該是有限制的 這個限制就是什麼呢 應該是日記持有者 主要是他們才可以改變得到 理論上 如果你不是日記持有者 他們的行動應該是既定了 除非有日記持有者的人 加入去令他們的行動改變 例如第二集那些同學 受9號所疏牌 就是幫忙捉這個 的良心主角 這樣才會有效 否則正常沒有日記的人 他應該是會沿著 他本身既定的一種邏輯 或者他的性格 去操作同一件事 否則未來日記 是不會成立的 所以簡單來說 改變未來的人 基本上只有11個人 這11個人 這11個人 或者是衍生出來的效果 而改變到未來 其實我想說回第二集 你見到他捉雪輝 那一刻日記會改變了 但其實捉雪輝的決定 這個是之前已經決定了 即是9號要吩咐他們捉雪輝 不是 雪輝會不會出去被捉到 他出去見不就會被捉到 你要記住那一刻 這個男主角那一刻 原本是打算逃走 但當然同學突然改變心意 打算衝出去 那一刻就立刻改變了 其實這裏也是有一個重點 就是帶出了 這個遊戲 沒錯 你的情報量就算很多 未必一定等於無敵 例如說那個情報 在5秒之內 他改變了突然 5秒之內 你就被捉住了 那你便會死 即是基本上你電話都看不及 就已經改變了 即是好像沙達菲 即直接可以是秒殺你 直接是3秒 不知為何又死了 因為他的《未來日記》本身 每個人的《未來日記》本身 每個人的《未來日記》的內容不同 譬如說好像逃亡日記那些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和《未來日記》有什麼攻擊力 逃走 那他逃走是可以補到自己的命 但他怎可以攻擊人 而當自己發現自己沒有逃走 即是不行 沒有關係 例如說 第二集我覺得也有個不諱 我記得九號仔 經常看自己的《未來日記》 但《未來日記》只是判斷到他怎樣走 他以後不會判斷到 就不會令到他何時按炸彈 所以其實他《未來日記》是不會有什麼影響 他按炸彈只是憑弱的經驗 亂按24就OK 或者甚至整個洞口罩了 其實就已經解決了 不是有機會 例如說時間上的改變 例如說他逃走本來是5時要走 可能逃到4時 但代表什麼呢 這個才是問題 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這就叫做 養專業的來 專業的很無分子 認知到人家有沒有死 看下有沒有改變了 其實《未來日記》 其實《未來日記》有一句話說過 就是他按炸彈一會 九號仔又說 一號不斷走 走走走 其實我不肯定 他是不是《未來日記》 動畫他會想做 就是說 他這本《未來日記》不知道看自己 可以看其他 其他《未來日記》 問題沒有理由是這樣 道理上應該不行 還有《未來日記》 也不是無敵的 就是我一直都發覺一件事 你說一號就好 二號就好 一個就看其他東西 一個就看著雪輝 但問題是 其實會不會有些情況 是看不到的呢 即是說 我當《未來日記》 我當《未來日記》 他應該叫做 無差別日記 即是甚麼都看了 問題是在他觀察上 雲子內 即是說 如果他觀察不到的東西 就看不到 第二件事 就是《未來日記》 《未來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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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反過來 如果他抱著這個心態 可能這個說法 很早就發現 自己順利下課 然後很快就扭走他 因為他決定不同了 雖然有機會改變 所以如果他抱著這個心態 去《未來日記》 我嗅到什麼時候 希望這次最大的一些誤斷 那麼它的確18分鐘 《未來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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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也不是什麼謀卿來的,很遠的 有來說是10分鐘,今生一次 但那個是7月28日的 什麼,他說90日將來,90日以來的所有都有齊齊 他看到是90日之後 我覺得就不應該突然間騷擾那個位置 我覺得都沒什麼特別的 我告訴你,他有一個happy end 那些就有後話 這個不是那個邏輯上的不諱 我只能說這個不是邏輯上的 或者我們說在他的演繹方面 有些人在討論 他究竟是否應該在最最後有個環節 就是那個劇里的寶原 神之座那個屎魔在那裏寶原 究竟為什麼那些人追這個啊 那個人追這個啊 有些人覺得很有趣 慢慢補充 好像說第一集3號 為什麼經常死,死星又死 這些補充你當搞笑就行 有關係但你不看都沒什麼所謂 你不會影響主席 但因為有人就咎病 他講的角色背景的資料 在後面講 是不是一個恰當的做法 是啊 其實沒有影響 因為就算你不看最後幾個 直接行動就未必有很大影響 但其實你當補充 某程度上 怪一點點 其實某程度上他可能的時間比較迫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套組 其實他會維持到幾好的速度感 推展方面 都幾快的了 因為這個survival game 有一點突擊向 一來就已經是我要來賭你 賣牙 所以基本上就比較少時間 去講一些好背景的事 而且他主要是用說揮做主事點 你不會知道另外有11個人 除了由那以外 但是他沒有時間去交代 你跟他背景 最後幾分鐘 講完幾個就算了 其實你沒有時間去講 警官他之前做的那些 9號幾天做的那些 他不會沒有時間去講這些 就是為了劇情性 去犧牲一下 在special報應一下 我沒有所謂的 就是會有個用途在這裏 還有可能之後 我搞劇情性問題 他這套就不會 插進去 他這套就不會像群像劇 他這套不會像群像劇 那種做法 講完說揮這邊 另一邊會不會發生了 他永遠都是以雪輝和尤拉伊啤組 做主事點 因為他是男女主角 所以給我感覺上 就是1、2號對其他 所以他們就是1、2 其實他們應該是1和0 算了 我們應該說回OP和這些 OP有看過漫畫的人 有機會超讚 或者超反感 反感的原因 OP是不是要 不要理他 其實反感原因就是 原作為甚麼 警告比較爆 原作為甚麼 原作鋪得很厲害 原作鋪得很厲害 鋪得最尾才知道真實 但動畫 有看完就知道 他鋪得不太好 我怕聰明的讀者 可能在中電 已經知道甚麼 這個我們暫時按下不表 但是暫於有看過原作的人 就覺得OP畫面的回味度是重的 令你的共鳴感做得重的 而且他找回曉晶帝國來唱 他做的那種效果 曉晶帝國的風格比較類似 你說類似這些風格的OP 例如死後文 那些位置會有化 其實這類型的性質 已經暗一點的作品 找這些曲風和畫面 牽涉到一些血 或者武器 這些描寫 就會出到原作 或者在這類型的性質上 應該有的感覺 所以說 但是黑白畫面的顏色反差 是挺有趣的 對 反差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 其實我個人來說也挺看好的 而且畫質方面也做得不錯 因為其實你說漫畫畫質 也未算是很特別的 如果漫畫是一個中庭水平 但是動畫可以做到這個水平 就算了 做得好 畫質方面不算是很難的 不算是很好 但不算是很差 就是中上 但是通常中上下到動畫 是比較中下的 已經掉了 但是其實他結合 動畫來計算是一個中上的作畫 其實這樣很好 當然你不要說 我拿Gundam去看Gundam用爛了他 所以他就好 這個當然不是 那些是例外來的 那大家期待 究竟誰可以成為神 去到最後 這套也是補充他 我們去下一套 這套也是補充他 我們去下一套 這套也是補充他 沒有